王愿可随着言喜攻略的热步 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悉和喜爱 他在剧中扮演了国系纯飞娘娘 情商智商双高 各种技能加深 外表温婉可人 但内心却藏着深深的执念 顾盼言谈艰难言重重心悸 因暗恋复生 一门心思帮助皇后娘娘 长长似两波千金 不经意间对皇后对手高贵妃 并略施手段陷害高贵妃禁足土秀宫 对皇上也是敬而远之 不争不强 长期报并不是提 她饰演的纯飞 不仅演技备受好评 声音也是非常好听 真的很痛 在娱乐圈王愿可有拼命三娘之称 十分敬业 演喜攻略还没完 8月2日古装神话电视剧 香蜜沉沉浸如窗又上线 这次她在剧中饰演 绘制秀蓝星 忠心护主的风神 古装造型长发飘逸 鲜伪灵动 一出场就惊艳四座 网友称 纯飞娘娘美上天了 80后的王愿可 毕业于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表演戏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 她性格温暖贤惠 生活中低调可爱 2005年 大学在读的王愿可 出演 个人首播电视剧和刘如雪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一出道就演女郎身份加持 演技没问题 电视剧冰临城下 她一人分尸多角 将摆跟角色策划的入目三分 立体饱满 让人过目不忘 她在电视剧女人的演技中 在小女人和女强人之间切换 将励志女孩林书复杂的形象 诠释得淋漓尽致 多种不同情感的夫妻更是守到情 出现演技张力 十多年来 大大小小参加了几十部电视剧作品的设置 从冥门节里的神秘少奶奶 到以前托隆记里的魔教烟柱色 再到秀丽江山之长歌行 以为了疯狂的可怜肺后 虽然一直没有大红大姐 但她不急不躁 默默耕耘 保持做非常好的心态 她表示 希望昨天的自己比今天的更好 王远可现在是最近流行的剧抛脸热门演员 所谓剧抛脸 演一部剧像换了一个人 多用来形容一个演员演技好 王远可的每个角色 给导演和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2012年王远可 防媒主演的抗战题 台剧战题获得了口碑和收视率双高的成分 王远可月生最具潜力演员 也是在这一年正处于事业上升 期的王远可嫁给了同事演员的王 如今已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宝宝 由此也可以看出 王远可是一个非常理智和聪明的女人 做一个完整优秀的女人 深夜 爱情 清醒都不如 完美 这样一个美丽睿 有情有味 演技爆横的王远可你们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